我们相信命运 命里有的时候决定有 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 命里有越让越多 这是我们学佛了 真正得到最大的受用 就是忍让 一次大的忍让 就有大的提升 这在我一生当中 大家都看到的 方方面面都提升 好事啊 所以 要从心地里头 把那个真 明文里 贪嗔痴慢 要真正把它拔掉 你在菩提道上 吃一番风水 特别 是受到冤枉的时候 受到别人陷害的时候 受到别人侮辱的时候 一定要忍住 这个什么 我们要把它看作考试 老师来考试 看看你功夫够不够 你通过就即可 就提升了 不能通过 你就堕落了 要想到佛经上所说的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死 你只要真正了解 四四是真相 真的是好死 人入心人 遇到国立王各界身体 好死 他提升了 提前成佛了 这个机会 谁给他的 这过往给他的 过往 真的是 嗔恨心 但是菩萨是 慈悲心 不但没有 劲 把这个事情 化解了 格力 是凡羽 凡臣中国 是暴君 忍入心人告诉他 我将来称呼 第一个多年 忍入心人 就是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称呼 第一个得度的 乔臣如孙之 正阿罗汉国 乔臣如孙之 就是那个时候的 格力王 不但没有怨恨 双方都陈旧 道也 这个好 这永远要记住 要学习 然后再用 来 准备 回来 准备